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年祝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布新年贺词时 办公室书架上展示哪些照片 外界普遍认为是他对外界传递讯息的一种方式 这次书架上第一次摆上与两任前大陆国家主席 江泽民胡锦涛的合照引发议论 这张照片没特别著名拍摄年份和场合 但港媒报道时间点应该落在十年前 习近平已经到中央工作的时候 三代领导人同框照曝光 外界解读习近平是想要强调传承 同样第一次被放上书架掀起热议的 还有被称为大陆最神秘的第一公主 习明泽幼儿时期的照片 第一次公开的两张照片 有习近平年轻时抱着还年幼脸胖嘟嘟的习明泽 另一张则是习近平牵着身穿粉红洋装的女儿 当时习明泽还俏皮的抬起右腿 有别于过去大陆领导人非常重视隐私的惯例 这次习近平书架上第一次放上去的八张照片中 就有四张出现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 新照片还有习近平年轻时期的生活照 当时的习近平模样斯文轻瘦姿态轻松 会罕见释出多张家人和生活照 外界揣测 在疫情和国际动荡的大环境下 习近平是想要强化宣传大家长亲民爱家的形象 TVBS新闻张志敏 林敏珍 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